哈囉 大家好 我是Lillian 今天來到台南 聽說這裡有一位相當厲害的特奧國手 我的任務就是帶大家去了解這位台灣之光 事不宜遲 我們趕緊出發去尋找他吧 哈囉 想跟你探聽一個消息 你知道這裡有一位特奧國手嗎 知道啊 欸 他是我同事耶 剛好他老師我有來找他喔 那你可以帶我去找他老師嗎 好啊 走啊 我帶你去 請問是許秀娟的老師嗎 欸 你好 我是郭亞秋 郭老師你好 你在等秀娟下班嗎 喔 對啊 因為他最近要去高雄國際滑輪溜冰場 進行選拔 所以要很勤著練習 哇 他真的很厲害 工作那麼忙 還要持續不斷練習 真是意志力驚人耶 是啊 他剛好要下班了耶 要不然我帶你去找他 好啊 秀娟 剛好有人要來找你喔 好 請問是秀娟嗎 哈囉 我是秀娟 興奮你們要來 歡迎歡迎 這裡就是你平常工作的地方嗎 工作會不會很辛苦啊 工作不然就不輕鬆 可是等一下想到要去練習就覺得不辛苦了 我們秀娟是一個吃苦耐勞 奮發向上的孩子 我們大家都以他為榮呢 哇 秀娟好棒喔 那你工作完接著就要去練習了嗎 對啊 你要跟我一起去嗎 好啊 我超級想看你優質排輪的樣子耶 爛 你好 你好 我是許秀娟的指導教練陳建宏 陳教練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去練習了嗎 好 秀娟請你去換裝備準備一下 好 好 耶 欸 秀娟艾明剛剛超厲害的耶 沒有啊 這是兜練習出來的成功 我剛剛看你這個姿勢 哇 超帥 而且溜得很快耶 我可以試看看嗎 可以啊 去換裝裝備 好啊 啊 秀娟這真的很難耶 有什麼訣竅可以教我 多摔幾次就會了 多摔幾次就可以跟你一樣厲害 好啦 那我多練習囉 秀娟我看你那麼喜歡直排輪 那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接觸直排輪的啊 小學二年級 一開始是經常歇導 一直跌倒就我不想練了 還是就覺得越來越有興趣 你要突破這樣子 有興趣啊 後面就有興趣 是很好的運動 可以追風 追風 哇 這句話很酷耶 很帥的感覺 他從小二開始練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也不看好他 因為他有蠻多的挫折感在裡面 但是他練了兩年 剛好有機會去代表國家出去比賽 回來就整個心態上完全 往上走了一個階段 他不在我們預期裡面的選手 但是他是堅持最久 而且是做得最好 最後表現也是最棒的一個選手 老師知道你很辛苦 然後有時候要回來再做練習 老師也希望你做學弟妹的一個榜樣 讓學弟妹知道說 有一個學姐表現這麼棒 謝謝老師你如果栽培 這是老師應該做的 你也表現很棒 哇 好感動喔 教練 我想知道這一路下來 你跟學校是怎麼這樣支持 這樣深信在援的同學呢 學校跟我們這邊 非常喜歡小朋友 透過運動的方式來學習 戴秀娟讓我有很深的體悟 我知道我們的學生不管程度多重 我都願意幫助他來練習直排輪 只有更多的老師願意參與 我們的孩子才有福氣來參加這些活動 運動帶來的好處 不僅能促進身心健康 還能增加自信 帶來正面的影響與改變喔 故事中的主角許舟軒 向我們證明了只要持之以恆的練習 並且熱愛和運動 就能在他的領域上發光發熱 我想這就是愛運動動物愛的最佳表現囉